政府一個星期內第五度 進行遺風檢測行動 政府在晚上8點起 指定將軍澳看城路1號 日出看城領海第9座 是受限區域 居民需要強制檢測 政府目標是明天早大概8點完成行動 政府將在受限區域內 設立臨時採潤站 要求授檢人士 凌晨2點前接受檢測 受檢人士會獲安排去到採揚站 接受核酸測試 而受限區域內的人士 如果是3月17號 至19號期間已經進行檢測 並且能出示檢測結果 電話短訊或相關證明 周無需要再次接受檢測 但需要在他的處所等候 另外,根據今天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 陰涵在3月6號至19號期間 曾經身處上述大廈內 超過2小時的人士 即使在相關宣告開始生效時 不在受限區域內 亦需要在3月21號或之前 接受強制檢測